第1133集 林明一而再再而三刺激 天刚神王终于忍不住了 他就像个火药桶一样 哭爆炸了 他命容猙獰 那种表情就像是他下一刻就要一步上前 捏住林明脖子 把林明给掐死 你找死 天刚终于忍到极致 随着喀巴喀巴的声响 他的肉身开始扒高 他眉心上出现一个九头龙一般的神秘图案 随着他全身都浮现出古老符文 他的皮肤从水晶一般的剔透颜色 变成淡淡的血色 天刚神王已经发动他的血脉力量 完成圣族变身 大战一触即发 林明目光灼灼 其实他早就预料到了 这一战不可避免 语言或许是犀利的武器 但武者之间的谈判 从来都是以实力定胜负的 如果不能从言语上说服别人 那么就只能在武力上压倒他 林明想要以一个人退出的代价 换来飘雨天刚两个人退出 如果不打一场根本不可能 无论飘雨还是天刚 他们的傲心都不允许他们答应 而这个时候 飘雨也上前一步 全身白衣飘起 长发飞舞 纷纷扬扬羽毛在他身边出现 显然这个条件 他也不能答应 他的确已经不想介入人族圣族大战 他明白这场圣族人族大战 其实更多是为了造化圣皇的野心 然而他毕竟是个圣族舞者 他同样不想看到圣族被人族打败的结局 更不能容忍神梦以绝对实力优势来压制他子民的时候 他却只能袖手旁观 在飘雨展开的立场的时候 神梦也拔出长剑 星光下他的气质变得凌厉起来 如同风锐而冷傲的万年寒冰 三大真神和林明四人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这个时候林明却突然伸手拦一些神梦 神梦前辈让我来吧 这个条件原本就是我跟圣族两大真神之间的 你介入进来不可能让他们服气 即便我们胜了 也只能等同于你跟我 还有天罡飘雨四人一起退出这场大截 林明镇定自若的说道 天罡嘴都气抽了 你们联手又如何 你真以为你们联手就定然赢得了我们联手啊 谁强谁弱 打过才知道 林明冷漠回复 他看向天罡战意灼灼 我一个人和你们两个人交手 当然一个一个来 我不动用荒之分身 作为让你们分开与我一战的代价 荒之分身的战力十分可怕 原本在造化圣子手中 荒之分身就接近 甚至可以说等同于中卫真神 而落到林明手里 荒之分身被林明抽走大量的血肉能量精华 实力已经落下了很多 但那也是夏威真神中比较强大的存在 可是虽然荒的实力回落 可林明却比造化圣子强太多了 他不管是精神力还是对荒的契合度 都远不是造化圣子能比的 夏威真神的荒在林明手中 会发挥出比之前造化圣子掌控时更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林明自己就能跟天罡和飘雨当中任何一人抗衡 那么再加上荒之分身 他未必不能凭借荒 庞大的力量和可怕体积和这两人大战一场 好 好 我就跟你战一场 只要你有和我相当的实力 我就退出这场人族圣族大战 而且立誓 日后若是本座再对任何一个对本座没有敌意的人族出手 那就让我倒计崩裂 修为全废 除此之外本座若没能赢你 那本座那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也会退出这场大战 老老实实回去修炼去 若不成才永远别出来丢人谢言 免得让人抓了危险本座 天罡神王这是动了真火去了 林明道 好 一言为定 既然如此 我也应允 若是我能侥幸让你履行诺言 那么荒之军团我也会撤走 不再令其加入到圣族人族大战中 只留用他们保护我的家人 林明既然说了退出人族圣族大战 自然就彻底退出去 荒之军团严格来说也是他实力的一部分 他自然不会在这上面玩文字游戏 说话间林明看向飘语 飘语沉默 这等于默认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他跟林明之间也如此 至于契约什么的根本不用签 不管林明还是两大真神 人家都是有傲心的人 说出去的话如同星辰坠落 不会反悔退一万步说 就算其中一方反悔了 那么另一方也可以撕破协定 再加入大战中即可 并不损失什么 林明默默的抽出暗龙枪 身影一闪 已经横履星空飞到百里之外 真神真神之间的大战 非同小可 他不想将人族那些后背给卷进去 否则一次能量冲击 他们就灰飞烟灭了 预留的这个范围足够神梦展开空间立场 将所有人族舞者给庇护住 廷刚眯起眼睛 看着林明 他默默抽出一把暗金色重剑 这柄剑自然也是真神灵宝 天刚是一个在炼体体系走到极致的人 孝心 他不简单 飘语神王传音道 我知道 虽然不愿承认 但单单看这小子天尊天节时候的异象 就知道他是真有几分本事 他那又如何 没打过 谁知道谁强谁弱 至少几千万年了吧 哼 我就没跟谁真真正正的厮杀一场 之前跟神梦那个女人 他根本就不跟我打 总弄些个幻象了什么东西对付 他娘的老子早就压一肚子火了 天刚神王已经战意沸腾 他提着金色巨剑慢慢飞向林明 而这个时候 看着天刚神王的背影 所有人族舞者屏住了呼吸 之前林明跟圣族两大真神谈判内容 他们自然听个一清二楚 这是一场关乎人族未来的大战 星海之中 林明和天刚相距十里距离对立 星光蒙蒙 煞气凝重 这方空间似乎因为无形的能量 而变得更加致密起来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场战斗 神梦已经撑开自己的立场 庇护人族军节 林明人族精神领袖 突破天尊 迎战神王 此时的天刚神王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那柄巨大金剑就插在他双臂之间 这种动作并非是轻视林明 而是天刚神王所修的真神级功法 天刚圣体战斗时候的起手势 交叉的双臂 看似不能快速行动 然而这样的动作却让天刚神王体内 肛源浑然一体形成一种势 可林明的起手势就寻常多了 他凌空而立 右手斜身 枪尖轻点虚空 他双目紧闭 以感知锁定这片虚空 事实上对林明这等级的舞者而言 睁眼闭眼早就没区别了 只是闭上双眼能够让他心神更加宁静 让他体内宇宙与天地宇宙更好结合 这是类似于天人合一的状态 也是修罗法则和圣典法则的极致体现 时间在那一刹那 仿佛凝固了 呼咙 天刚神王出手了 他的动作十分突然 而且快到极致 天刚神王作为一个在练体体系走到极致的人 或许他在法则立场方面有劣势 然而真正比拼体质 他却早已经逼近宇宙巅峰了 强大的体魄 带来恐怖力量的同时 也赋予他举世无双的速度 没人看清天刚神王原本抱在一起的双臂 是怎么展开攻击的 在场天尊们就觉得眼前一花 天刚神王已经化成一道神光袭来 之前天刚神王以天刚圣体其手势 做凝聚起来的事 全部贯注在这一击中 功效林明的不是他手中金剑 而是他的拳头 事实上 到了天刚神王这程度 他那个肉身本身已经媲美真神灵宝 他那拳头跟他那剑在攻击力上没区别 虚空塌陷 席卷出灵力的空间风暴 这些风暴跟天刚神王的事融为一体 那一刻仿佛林明面对的不是一拳 而是一颗撞过来的星辰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就是真神和天尊间的差距 面对天刚神王这一拳 在场多数天尊连抵抗的念头都难以生起 那真如凡人面对山崩海啸时的感觉 根本不可匹敌啊 而这个时候 林明动了 就像是一头折服已久的神龙 猛的睁开双眼林明一枪刺出 毫无花哨的一击 直刺天刚神王拳头 可怕的撞击 那无穷的时空风暴骤然被烘碎 只剩下天刚神王拳中孕育的大势 毫无保留碾压在林明暗龙枪之上 全枪相交 强大的压力 让暗龙枪发生了扭曲 竟如同一张工艺般弯气 而与此同时 天刚神王护体肛原也被刺破 留下点点金色的血液 这些血迹在肛原中燃烧 宛如一团神火 发出不可一世的光芒 就像是烈日在爆炸 呼咙 两人同时分开 暗龙枪猛的崩直 天刚神王与林明各自飞退数百里 止步在虚空中 这一集 谁也没能奈何谁 看似势均力敌吧 然而不少人族舞者额头都浸出些冷汗 这个天刚神王太可怕了 他们隐约知道林明手上那杆黑色长枪的极变 似乎在真神灵宝中都是绝对的上品 这个天刚神王竟能以拳头硬扛这杆神枪 他那肉身得强大到何种程度 虽然说天刚神王的拳头也受伤了 可接下来人们看向天刚神王 只见天刚神王甩了甩右手 他那拳头上的血迹已经凝固了 那些金色血液竟然都被皮肤吸收 而后他手上的伤口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很快刚才那伤就不见了 看到如此让人惊悚的肉身恢复能力 在场人族舞者都心中发血 能够以肉身硬扛真神灵宝的可怕防御 再加上强大的恢复能力 这简直是完美防御啊 对在场人族天罪而言 这样一个敌人站在原地让他们打 他们根本都奈何不了 何况与其正面对决啊 这就是天刚神王的实力吗 果然能成真神的就没一个是弱的 林明眯起眼睛 看着天刚神王右手轻声道 哼 原来如此 你单论肉身强度 已经远超下位真神级别 每个真神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 比如魂族那个大凡神王 他的优势就是在精神和魂海方面 神梦天尊则是在巨猿体系和修神体系上均衡发展 招式变换多端 让天刚神王有劲都使不出来 飘雨神王跟神梦类似 他在魂海幻术肉身精修方面都有极高造诣 至于天刚神王 这家简单 他单修肉身 光凭肉身成神 以单一体系对抗别人两大体系 可见天刚神王肉身的强大 这种人在练体体系上绝对天赋一柄 而且他也将自己天赋发挥到极致了 我的肉身强度 比真神灵宝又过之而无不及 而真神灵宝是死的 摧毁他虽然不容易 但也能做到 而我却精通各种功法招式 以我的肉身灌注纲源 运转天刚圣体 强度更会攀升十倍 你的攻击很强 可惜破不开我防御的话 一切都是徒劳 天刚神王冷笑 人族真神神梦当初也未能把他如何 只是把他困起来而已 原来如此 林明面无表情 肉身强又如何 他的肉身力量同样强大无比 尤其是道工九星封印被解开后 林明甚至渴望与练体高手正面一战 那一刻六大道工在林明身上同时开启 林明背后浮现出九颗耀眼大星 无尽的星光灌注到林明肉身中 将六大道工融为一体 连同林明手上的暗龙枪 在那一刻也变得星光灿烂 洒满银灰 暗龙枪是顶尖真神灵宝 然而如果不能将其灌注足够力量 他发挥出的威力将会大打折扣 如今注入星光后 暗龙枪反复活了过来 阵阵龙银一般的枪鸣声响彻虚空 传遍宇宙 天刚神王眯起眼睛 想在炼体上与我争风 天刚神王说话间爆吼一声 又是一拳向林明砸来 林明面无表情 一枪挥出 两人第二次击撞 金色钢圆银色星光 化成可怕能量风暴 在一枪一一拳之间细卷 这一次暗龙枪没有弯折 他当真如同无可匹敌的神龙 穿破星辰 天刚神王作为炼体的神王 肉体速度快到极限 而林明竟不逞多让 完全跟得上天刚神王的速度 他们两人一块打块 然而速度快的代价 却并不是用攻击力的削弱来换取的 事实上 他们每次攻击都能席卷起能量风暴 每一个风暴的诞生都能维持很长时间 甚至打到中间 林明和天刚周围布满了一个个金银二色的巨大漩涡 一颗近千里大小的巨型陨石 被这金银漩涡卷入 当即爆成碎片 继而化作尘埃 这让人难以想象了 他们两人的攻击得有多恐怖 弱一点的天尊卷入 其中绝对都尸骨无存 如此高速度的攻击 每一击还有如此威力 谁还能跟他们打呀 偷怪 偷怪 天刚神王肆意的吼声传了出来 能够在这样的激战中肆意大笑 证明他还有余力 这样的大笑声中 天刚神王全神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 他的身体开始拔高 皮肤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星红之色 之前出现的眉心间的神秘符文 再度浮现出来 他完成了自己的血脉变身 轰隆 虚空爆碎 变身后的天刚神王一拳就能在宇宙中打出一个虚空黑洞 林明身体暴退出去 他手持长枪 灼灼看向天刚神王 第一次天刚神王横出了手中重剑 这柄重剑跟门板差不多宽 剑身比正常男子的身高还高 但落在天刚神王手里 这柄重剑的长短却恰到好处 这柄剑看起来是暗金色 跟一般的剑没区别 然而林明却发现 当光线流进这柄剑的时候 却发生了轻微的弯曲 仿佛光被这柄剑所牵引 又或者他周围的空间就是扭曲的 剑明 暗星 看到林明注意自己手中的剑 天刚神王露出一丝傲然之色 本作成就真神的时候 曾经在一颗暗星上闭关修炼 以暗星的可怕重力 促炼自己肉身 在我真正突破真神后 临走之时 我拼尽全部力量 这才把这颗暗星 炼化成了我最好的武器 天刚神王一番话说出来 很多人一时间有些茫然 暗星 这什么东西呀 暗星 那是恒星苍老后 所演变而成的可怕星体 修为不够的天尊 也不能靠近 在人族一方 大自在佛缓缓解释道 一些人族的小被武者 根本不知道暗星是什么 事实上在蛮黄宇宙 这种星体 他们从来没见过 暗星的引力非常恐怖 表面随便一小块物质 放在普通星球上 都比山峰还重 一般的武者 别说落在暗星上 即便是靠近暗星太近 也要被他可怕的力量 把身体撕裂 天刚 竟然能把暗星上的一些物质炼化 铸成神剑 难以想象他的肉身强度 达到什么境界 为了铸就无上神体 竟然在暗星上修炼 锤炼肉身 还挖走一件沉重无比的兵器 实在疯狂至极了 林明自语着 眯起眼睛 看着天刚神王手中的剑 论品质 他或许不如自己的暗龙枪 但论重量 却比重如晴天山脉的暗龙枪 还要重许多倍 这样的一饼剑 如果高速挥斩起来 他发挥出的威力 将难以想象 就在这时 天刚神王动了 他挥舞着暗星剑 一剑劈来 这一剑速度并不快 但蕴含着天刚神王攻击的打势 锁定虚空 让人根本没法避开 林明瞳孔萎缩 身体暴退的同时 全身响起噼里啪啦的爆响 他身上浮现出暗红色的鳞片 此时他赫然动用修罗之血的力量 空间束缚被挣脱 天刚神王这一剑 站在了空处 可怕的事爆发出来 天刚神王一剑 将苍穹斩裂 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缺口 空间风暴席卷而出 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天刚神王凝笑连连 他连连斩出十几剑 每一剑都如同亿万山崩 星辰碎灭 这样可怕的攻击连成一片 让宇宙都颤抖起来 而林明呢 没有再做攻击 他连连闪避 每一剑他看似显之又显得避开 然而实际上恰到好处 消耗我体力 那你就试试 天刚神王眼中寒光一闪 论体力 天刚神王冠绝圣足 天刚圣体原本就是以耐力建长的功法 天刚神王可以激战百日不衰竭 不仅如此 天刚神王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柄暗星剑虽然沉重惊人 但却在势的作用下 跟天刚神王连成一体 有种人剑合一的感觉 一剑横扫虚空 锁定林明所有闪避方向 林明来不及挣脱束缚 以暗龙枪横挡 轰隆 可怕的重量勤泻下来 即便是灌注星光之力的暗龙枪 也被打得弯曲 林明就感觉虎口矩阵 他的身体再度飞退 极限的速度划开了星空 天刚神王直追而上 剑芒密布 每一道剑芒都切开虚空 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剑痕 这些剑痕 有的长达数百里 有的长达十几里 甚至有的只有一人高 一般无者教授 哪怕33天的稳定位面 撕裂空间也并不难 只是空间被撕裂后 他卷出空间风暴的同时 却还是也很快会愈合如初 这是空间的自我修复能力 可是被天刚神王展开的空间裂缝 一旦出现就一直存在 他似乎想愈合 但是冥冥中却有一股无形力量在阻止 让他愈合一半又重新裂开 慢慢的 这剑痕越来越多 千百道剑痕连成一片 竟形成一个巨大的暗金色光网 这光网将这一片空间都给锁死了 一时间 整个虚空变得无比沉重而粘制 林明和天刚神王被封在其中 这是刚刚天刚神王打出的剑痕 有武者这才恍然大悟 刚才天刚神王连发数百上千剑 一剑一个时空剑痕 原本人们以为这些时空剑痕 只是天刚神王剑盲太强打出来的 现在看 这竟是天刚神王有意味着 千百道时空剑痕连在一起 将林明和天刚神王的战斗空间 压缩在数百里之内 对两大真神级强者而言 数百里的空间只要百分之一个刹那 就能穿越 这根本不算距离了 如此一来 自然就能把林明逼在最小范围内 对他的闪避造成很大困难 而同时天刚神王的实力就能发挥到极致